屏東市國民運動中心傳出有色狼偷拍女子淋浴更衣 陽性女大生時日前往該中心運動 但淋浴時卻發現天花板隔間有手機正在偷拍 嚇得趕緊通報官方 32歲簡慶男教練自知逃不掉坦誠是手機主人 而被害人在父親陪同下事後報警 男教練則遭解聘離職 屏東市一名陽性女大生日前到屏東市國民運動中心游泳 運動結束後到淋浴間梳洗 結果一抬頭發現竟然天花板隔間有手機朝著自己錄影 沐浴過程全都遭到偷拍 嚇得花容失色呼叫家人跟通報官方 而該中心一名簡姓男教練事後坦誠手機是自己所有 屏東警分居民和派出所表示 12日當天接獲受害女子報案便積極查氣涉案男子 道案說明男教練功稱是一時興起才會做出這種不良行為而注下大錯 但女大生父親認為健身房管理鬆散 女大生也決定要對男教練提告 屏東市公所表示 市公所事後致電國運中心委外經營廠商文賢公司 了解當日情形及處置措施 並要求加強員工教育訓練 檢討女性使用空間安全 而國運中心也於當下即將該名教練解聘 屏東警分居呼籲民眾到公共場所的廁所 市衣間淋浴室必須留意四周有無異狀 避免被偷拍 另外警方也會加強該區域外巡邏 防止播法人士有機可乘 屏東市國民運動中心傳出偷拍事件 記者蔣季平攝影 分享監視器拍下簡姓健身教練 進出淋浴健身影 記者蔣季平翻攝 分享